好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你们的老朋友 今天是1906月4号 那么在星期二的时间 六月份的第二天 那么第二个交易日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在五月份最后的一天 给大家交代过朋友们 黄金的一个无脑顺势多达 对吧 而且给大家强调的很仔细 这是黄金的正行情 真多头行情 什么叫做真多头行情 朋友们真多头行情就是这种 你看到它四小时级别 朋友们你会看到黄金就是连续扬 没有出现阴 这就是黄金的一个真多头行情 它所有的一些结构特点细节 都符合它的这样一个多头的性质 所以说朋友们 当然咱们全力很多朋友都逮到了 赚了一波 那么接下来黄金应该会面临一个调整 它不可能以一种动能结果状态直接冲到顶 差不多了 这一波的增多的行情应该目前到这个位置会面临一波调整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15分钟级别里面的一个通道 对不对 就在这个位置 关注一下 我觉得日内或者近段时间黄金可能会做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调整了 我觉得继续以这样的一个通道一直涨 它的一个能量的话 有一点过于的一个激进 过于的夸张 那么所以说黄金有多头的 有多当的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考虑止盈 咱们采取等它调整完结束后 咱们做第二波的一个参与 听途级别朋友们 大家可以看到 跌了这么久 一两天的行情500个点直接就打上去了 这个拐点我也一直给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强调过 周性级别的拐点一定是做多 朋友们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这是黄金命令调整 咱就不去过分纠结 网上的直播会给大家重点强调它一些细节的问题 那么今天给大家交代的一个短信的策略 我觉得是每日朋友们 每日目前的结构非常的清楚 朋友们 是吧 大家都看得到 四小时级别空头 是吧 没有任何问题 朋友们 是吧 下来 然后震荡 做空 朋友们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空头 现在不要去盲目想抄它的底 朋友们 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空头 我觉得目前没有任何的一个近底的信号 就算你做1比1 朋友们 这个1比1 目前的话 相对来说还没有做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距离 朋友们 1比1 不好意思 朋友们 1比1 大家从这里看一下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有多少个点 330个点 那么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才多少个点 200多个点 所以说呢 我觉得 每日目前不要去抄底 很有可能还会继续往下进一步打开下场的空间 朋友们 那么每日今天的一个早班分享 给大家交代的一个机会 也就是每日的空单 每日我觉得目前的结果非常的清楚 朋友们 这是一波加速行情 非常跌得非常的痛快 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反弹 然后再下跌 再反弹 朋友们 这种是什么 咱们非常清楚的一个紧速结构 对不对 这种结构就是紧就是紧急的行情 如果说朋友们 每日当天的一个价格 在这个位置通道形成了拐点 然后进行了一波反弹 大家就可以画出这样的一个通道 上来 再下来 再上来 这个位置就可以逢高五老空了 止损挂在这个上面 不到20个点 做这样的一波 朋友们 这就是日内 每日非常清楚的一个空单机会 所有的旁边 目前除了每日 其实其他的机会 做的都还是比较好看的 会在这里 会在网上直播的时间 重点一一给大家去梳理清楚 咱们六月份的布局 我觉得是一片光明 希望大家都能跟上杰作 那么每日的这样一个顺势空的机会 希望大家都不要去错过 按照这个银格做执行就行了 那么在上周五的 上周四的视频 上周四的网上直播 我还给大家讲到 其实大家的知识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只是说把知识转换成美金 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 出了问题 现在大家要去解决的是 这个转换的 转换的一个情况 问题解决好了 自然而然 赚钱美金 都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朋友们 现在大家不要去强求 也不要去过分纠结 转换的问题 把它拎出来 一一的罗列出来 一一的去解决 到时候解决完善了 再看到底是什么结果 其实一旦解决了 好的结果 一定是自然而然 棒水而来的 那么今天的一个 每日的一个空单 就跟大家交代到这里 其实旁边之中 其他一些货币的机会 目前来说相对来说 也是非常清楚的 相对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 六月份已经进入下半年了 我觉得所有的货币 都开始慢慢的走出来了 结果相对来说 也比较清晰了 朋友们 下半年赚美金的机会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跟上我的节奏 那么每日今天顺势的空单 就给大家交代到这里 然后咱们今天的早房分享 也就给大家聊这么多 其他的一些细节和问题 其他的一些机会 我是会在直播过程中 给大家重点去强调 新朋友们 那么今天的一个早房分享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视频节目的朋友 可以去优酷腾讯去观看 我们的视频节目 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阿萨社区 最后欢迎朋友们 加我的私人微信 我们私下沟通交流 新朋友们 祝大家交易顺利 咱们在明天时间 再见